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面胶 黑色胶带 铅笔 粗线笔 麻绳 打孔器 白胶 第一步 在瓦楞纸上用铅笔画出挂牌的外形草稿 并用剪刀沿线剪下 剪好之后记得修整好边缘 在挂牌正面贴满双面胶 挂牌边缘和内侧 记得要全贴满哦 然后撕掉双面胶 贴在条纹纸上 并沿边缘剪下 在挂牌的反面 同样贴上双面胶 这一次只需要贴边缘哦 拿出彩色纸 对折 减半 再次对折 再剪半 一共是剪两次 不要忘记咯 接着撕去双面胶 将裁剪好的彩色纸贴在挂牌上 你看 就像这样 折出一些波浪的花边 一头固定在挂牌边缘 另一边一定要露出来哦 看清楚了吗 这里要注意 露出的花边一定要宽度一致 否则就不好看了 用同样的步骤 做出另一面挂牌 记得两面花边颜色要相同哦 下面我们要在大网络纸上 画出挂牌的形状 像这样 再画一个头 对 就是这样 画好耳朵 剪下 在剪裁好的形状上 画出他的耳朵 头发 反面 可以画出他的后脑手 再用白卡纸 画好眼睛 剪下 将它们贴在卡纸的正面 用记号笔描出边缘 画好眼睛 嘴巴 还有眉毛 可爱吗 然后将挂牌贴好双面胶 注意边缘要贴完整 再将之前做好的挂牌贴到小人身上 并用黑胶带包边 你看 像这样 注意 角落里也要包好哦 要贴平整 想在挂牌上写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白卡纸上写好字母 用青年图捏出字母的形状 贴在白纸上 贴在白纸上 完成以后 青年图需要晾干 等待一小时之后 剥下青年图 再养白胶 将风干后的字母 贴在挂牌上 当然 小朋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装扮你的小人 画一些装饰 是不是很有趣啊 正面 正面也是哦 白色的青年图同样可以让它们充满趣味 最后 我们用打孔器在卡纸的正上方打出一个洞 并将麻绳穿入 打好结 这样我们的秘密基地挂牌就算完成了 是不是很好看呢 关注麦杰克小镇 获取更多手工资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